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Amy Chow Checkpoint的香港区和澳门区的Country Manager 相信这几年大家都有听过很多云端科技 在不同层面的应用 有些新创的公司 我们叫做Born in the Cloud的客户 已经将他们全线的业务放在云端 不单只是Data Center的伺服器 甚至是手提电脑都没有 只是拿着平板电脑 就可以支持他们日常的运作 原来有很多传统的行业 都在想如何将他们的业务 数码转型到云端 有一个大家都认为 可能是很传统的行业 就是电视台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看电视很简单 打开电视就可以有得看 不过原来背后的科技都非常创新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我身边这位 数码转型的领军人物ViuTV的Roger Lau 是Head of Digital Technology 上来做我们的嘉宾 首先很感谢Roger今天上来 你好Amy 谢谢 Roger 其实最近你们公司 又再次带起了追星的热潮 不过我们今天暂时不讲偶像 或者帮我们介绍一下ViuTV 好 ViuTV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创立 本身我们是香港四间有 排照的免费电视台来的 我们其实会提供两个电视频道 一个是99台 就是一个24小时的广东话频道 另外就是一个英文的频道 是96台 有16个小时的英语播放 我们其实都是 就像刚才Amy所说的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做一些 想带给大家多些快乐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一系列的 譬如一些真人秀 甚至是不同的剧集 包括韩剧 本地原创剧 甚至是一些综艺节目 一些体育的直播节目 我们都会尽量去 想提供更多不同类型的 节目给大家 我知道ViuTV其实开始了 cloud transformation 都有好几年的时间 而在业界来说 其实用cloud的解析 都算是先头部队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当初为什么 这么早就有这个方向 和cloud的技术本身 怎样可以帮到你们数码转型 明白 其实我们一开始ViuTV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所有东西 卖上cloud 就算是由零开始 我们本身是由一些 行列很普遍的 一些普通三层的架构 去做起先的 但因为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的交易 其实很难去预计有多少 或者多少 其实很多时候交易 都是跟我们内容的 popularity 而有增有减的 所以我们就发觉 有时可能有些直播节目 甚至有些节目的 需求特别大的时候 我们发觉一些传统的架构 是未必应付到的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将整个整个平台 变成我们叫做 无伺服器化 即是serverless 我们是一块铁都没有的 我们整个平台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 是因为我们看对了 serverless的弹性 另外就是随时可以加减 我们的所有的资源 可以应付到一些 大量的池染池 涌入来的时候的状况 甚至乎是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主力 是做一个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就会将所有的时间 都会放在应用程序层面 多于在应用程序层面 所以我们就会 因为可能是组织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会选择了 用这个模式去 去继续发展 用OTT这个平台 我相信很多朋友 其实都会看到 软件的好处 刚才Roger也提及了一些 但毫无置疑 其实软件安全上的问题 其实也是有很多朋友 想到这些东西 能否放上软件的其中一个原因 没错 Roger 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在你们的环境下 其实最大的安全挑战在哪里 明白 因为当我们转了做 供应用程序层面 其实就没有一些很实体的铁 所以我们要去全盘 去看到整个架构上面的 一些安全性的 一些材料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些难度 所以我们也是不断 在市面上找到不同的工具 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工具 可以全面性地 可以看到整个安全性的一个蓝图 另外就是story 使用程序 去靠之後經常要面對的問題 第三樣東西就是可能我們本身亦都需要去 因為利益管理會經常會問我們 我們究竟所有的東西會不會去 合作某一些市面上的架構 所以一些的合作或者一些資料管理的方向 都是用來想用一個工具可以一次過重視所有東西 我知道ViuTV其實開始了用我們Checkpoint的CSPM 也就是我們的Posture Management的解決方法 再一次多謝你們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應用嗎 明白 當我們去考慮Touros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層面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看到 它可以支援Multi Cloud的一個功能 因為我們本身也有多過一個購物供應用 另外就是像剛才所說 我們想全面看到所有建築上的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一個持續性的Posture Management 的一個功能對我們很重要 再加上Checkpoint有一個很獨特的功能 就是一個Remediation的部分 他們就會用到好像Bot的一個原理 去幫我們去預設一些行動 當我發現有一些安全性問題 可以立即使用Bot的模式 去幫我立即處理到那個問題 另外就是剛才所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Multi Account的元素 以及想知道同事有沒有正確使用我們的Code Resources 所以本身IAM的安全性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當然還有一個部份是比較獨特的 就是當我們看到Touros的時候 就是專門有一個Servorless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用Servorless 所以看到它有一個叫做 Function Self Protection的一個功能 就可以在我們每一個Lambda功能上 都加一個Protection Layer 這也是我們去考慮工具的時候 我們主要的一些主要的元素 我們想需要 但市場上其實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CSPM的解決策 甚至一些Cloud Provider 他們自己都有CSPM的解決策 可否再分享多一點原因 為何會選擇Checkpoint 明白 Cloud Provider也有不同自己的一些功能 但是當然都會比較零碎 所以我們都想可以在一個單一的Dashboard上 已經看到了不同Cloud上面 我們所有的Resources有些什麼問題 或者整個Security的藍圖是怎樣 這是第一個元素 我們為何會用一些四個部分的工具 另外就是獨特的 就是當我們去Checkpoint了一個POC的時候 其實他就告訴我們 很快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數據 或者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只需要用了很短的時間 去設定一些IAM的Rule之後 其實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已經可以看到整個Cloud上面 究竟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的缺失 或者一些設定未做好 很短的時間已經可以看到了 另外就是 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可以在一個整個單一的Dashboard 已經可以看到了不同Cloud Provider 我上面所有的Resources 所有的一些Flow 一些Security的設定 這個也是用一個Four Party的工具 會比較好的地方 另外也有很多這個Tools 會比普通Cloud Provider 提供的一些Rule設定會更加多 我可以找到一些更加細節 或者更特別 很特別是我們自己的Application 有的一些設定上的一些問題 我們也可以靠這個Checkpoint的Tools 可以找到 還有我們又看到很多 有另外一個Tools 就是ShiftLab 可以幫我們在這個開展的整個Workflow上 加入一些Security的元素 以及License的Model也很Flexible 所以對我們來說 是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到這個Tools 很感謝你對Checkpoint Courgas Security的評價和認同 我絕對相信你是沒有選錯到Solution 接下來在Courgas Security方面 還有什麼方向或計劃 明白 我們會再做一些 可能是社會級的設定 例如可能會用社會級的 一些Security的控制 去控制我們不同的 用戶帳戶 或者一些 Courge provider的戶帳戶 的一些制裁的問題 另外就是 好像剛才提及過的 ShiftLab的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在我們整個 開展的Workflow上 可以加入一些 Security的元素 包括由建設時間 即是由應用戶帳戶 甚至乎到應用戶帳戶 到Courgas的時候 整個路徑之下 都加入了Security的概念 這對我們來說 除了在環境上的保護之外 甚至到應用戶帳戶 都足夠了 其實這幾個 你剛才說的幾個範疇 都是近來很多客戶 跟我們查詢問得最多的 我都相信在未來這幾年 無論是Devset Off 或者是Appset 都會是 大家持續需要 Focus發展 以及關注的位置 今天再一次多謝Roger 來到跟我們 分享了很寶貴的經驗 我祝願Roger和ViuTV 接下來是繼續成功的 多謝 多謝一面 基本上是 永遠的 多謝 解釋 散 偽